要向这些受伤的孩子和家长致上歉意 深深义鞠躬严肃道歉 因为北市幼儿园狼事案 像滚雪球般越滚越大 几乎人神共愤 我的责任就是保护孩子不受伤害 台北市任何一个孩子受到伤害 都是我的责任 我都必须承担 我也应该用尽全力来弥补 事后补破网也无法修复孩子破碎的心 事发在科文哲任内 前任市府也无法推卸责任 对这些幼稚园的小朋友 还有他的家长们 当然我们是感到很难过 事实上检调也有介入 最后还是不起诉 因为也没有足够的证据 所以是不起诉主问 所以我们也在讨论说 如果重来一遍 怎么去做会比较好 我也觉得这应该要再检讨一遍 一周过去了 科文哲也终于打破沉默 一早抢在讲完案之前 临时加开祭酒会 表情相当沉重 因为师府团队的失职 让家害人持续的恶行 不只是因为前一天家长心痛发生 北市府消极调查 互踢皮球 尤其北市教育局日前回应 万一小孩讲错 是不是误告 更是彻底引爆 家长怒火 教育局火速道歉 人无法直写 加上教育局长应公出差 IP神隐 种种处理过程都让北市府 承受舆论压力 尽管案发在科市府任内 最后人选择一肩扛 检讨再检讨 没接触孩子 谁的错 势必得找出原因 继续文聪报导